6月22日凌晨,克罗地亚在小组在第二轮中击败了埃根廷,郑州雷比奇,莫德里奇,拉基地奇分别将球打入球网,最终,以3比0的比分完成比赛, 而克罗地亚也因为二战全胜小组积分领先其他对手,提前两轮晋级到了16强的比赛中,克罗地亚能够战胜小组最强敌阿根廷,最大功臣无疑是主教练达里奇,在赛后的采访中,达里奇也向媒体吐露了此战能够一曲全胜的原因,达里奇表示,克罗地亚此前专门聘请了专业的战术球探,当他们在今晚要面对阿根廷时, 他早已知道桑宝利要派上三后A的阵容,而通过桑宝利之前的表现也能看出,他习惯于提前公布阿根廷的人员首发,在这两个绝密信息可以提前了解到的情况下,作为主教练他可以有效做出针对阿根廷的战术布置,在战术上早已将阿根廷完全遏制, 除了战术层面的布置之外,作为球队的主教练,他也要对球员的纪律负责,之前在小组首轮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中,球队前锋卡利尼奇曾拒绝以替补球员的身份出场,这一行为直接热怒了作为主教练的达里奇, 随后不久,他便做出将卡利尼奇开除国家队的决定,在战胜阿根廷的当晚,达里奇还一直强调,球队需要冷静和谦虚,必须遵守球队的纪律,希望现有的22名开除一名前锋球员时刻保持对胜利和国家荣约的饥饿感,可以说达里奇既能给球队建立信心,也能为自己创建颇具影响力的威望, 使他能够成为球队真正的核心领袖,熟悉国族的球迷,想必对于达里奇所传递的理念十分熟悉,李皮也曾多次表示,球员在为国家队效力时,需要一种荣誉感和激务感,为国效力的态度,以及对于胜利的渴望,制成为国家球员的必备素质,受困于国内球员数量太少,李皮没有条件做到达里奇这样的执行条件, 但通过达里奇的成功不难发现,他们真正让球队爆发出了英雄的实力,做到了不留遗憾